现在明星开店当老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看看演员 刘兹刘老板的店到底会有什么不同呢 一起来看 我都迫不起再来吃了 快吃快吃 我们的记者怎么不务正业跑起了美食节目了呢 原来他是跑去刘兹新开的餐厅了 大家好我是刘兹 跟着咖啡店老板刘兹 我们来到了他在北京新开的餐厅 走进餐厅更是别有一番洞天 这灯这复古的自行车 甚至连桌上摆着的小花瓶 全都是刘兹亲自挑选的 作为一名演员 刘兹很清楚自己的特长在哪里 开餐厅当老板也一样 在这里刘老板可不管钱哦 我的数字不太 很不敏感 然后不会算账 然后不会控制成本 刘老板管的是什么呢 只管设计 只管理念 刘兹身边的朋友甚至总结出了 他生意成功的秘诀 就是想要让这个刘兹做的这个生意 让他能够不赔的话 对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刘兹远离这个生意 来餐厅吃饭最看重的是什么 没错 好吃的 当天我们的记者就替电视机前的您 好好地检验了一下刘兹店里的菜品 刘老板呢也是做足了准备 这不就出现了节目开始的那一幕了 等了这么久终于出炉了 看上去比较特别 好像跟平常的披萨不太一样 对 主要是它的那个原材料 是海捕船冻的这个海鲜 虽然刘老板还在拼命地讲解做宣传 可美食当前我们的记者忍不住了 我都迫不及待着吃了 快吃快吃 我觉得有一种新的吃法 可以卷着吃 就刚刚说的 它的披萨是可以卷着吃的 是吧 我说我们的记者同志 你就不能学学人家刘老板的优雅了 形象 形象 你形象 好